司空基本功能介绍 本视频将向您介绍如何登陆并使用司空2 在准备使用司空2前 确认您已经拥有DJ账号 可正常登陆大疆官方网站 确保您的飞行器在司空2机型适配列表中 并已将整套设备固件升级为最新版本 输入网址 进入司空2首页 点击登陆 即跳转至DJ账号登陆界面 输入DJ账号及密码 即可进入司空2主界面 首次登陆时 如账号未加入已有组织 需要再跳转了界面新建组织 如已加入组织 将直接进入项目列表界面 在跳转界面点击新建组织 输入组织名称并点击确认 即完成组织创建 并进入我的组织界面 用户具有该组织的超级管理员权限 人员管理 组织创建完成后 可切换至人员管理 进行人员设置 在人员管理界面 选择添加人员 填写需添加的DJ账号 设置人员名称 并分配用户角色 用户角色分为 超级管理员 组织管理员 设备维护员 组织成员 其中 超级管理员及组织管理员 具备组织中的所有权限 并可以添加项目 其他角色仅具备部分功能 完成人员信息设置后 点击确定即可添加成员 如需批量添加 可下载Excel格式模板 编写完成后 通过导入Excel功能添加 添加飞行器 如需添加飞行器 需使用已加入组织的 DJ账号 登陆飞行器遥控器的Pilot App 并进入司空2页面 选择对应组织 进行飞行器绑定操作 设备添加完成后 在司空2设备管理页面 可以查看设备的具体信息 并进行删除操作 项目 司空2是以项目的形式 对无人机任务进行分类管理 在项目页面 点击项目列表 右侧加号 即可增加新项目 在创建项目栏 依次设置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项目成员 项目设备 项目作业中心点位置 即可建立项目 项目添加完成后 组织管理员 可以在项目选择界面 通过编辑 继续对项目进行修改 在设置项目成员时 可以将组织内其他角色 设置为项目管理员 项目内成员权限 与组织权限无直接关联 任何角色均可以成为项目管理员 功能介绍 进入项目主界面后 可以在左侧面板 分别查看项目的团队 标注 地图 媒体库 航线库等信息 如登录人员为项目管理员 可以在面板左下角 点击项目设置图标 设置项目参数 在团队选项卡中 可以查看当前人员在项目的呼号 在线飞行器 及在线人员情况 右侧地图区域 可以查看当前在线设备的 实时位置信息 以及叠加的图层信息 点击在线设备右侧 设备详情按钮 可弹出设备详情 查看当前设备基础状况 即打开直播监控 地图区域右侧 还分别提供了地址搜索 点线面元素绘质 2D或3D切换 及地图图层切换等功能 标注选项卡中 用户可以管理地图上的 点线面元素 以及导入外部点线面元素 通过文件夹左侧的分发按钮 可以将绘制的图形信息 同步至PilotApp地图上 进行显示 通过图层管理右侧的 导出按钮 可以将规划或采集的 点线面元素 导出为KML文件 地图选项卡中 用户可以查看 实时鉴图任务进度 及数据成果 开启或关闭 实时鉴图成果的 高层信息显示 媒体库选项卡 可以查看当前项目的 空间使用情况 查看并管理项目采集的 视频及图片等信息 航线库选项卡中 可以在线规划 与管理航线任务 并同步任务制飞行器 在线规划 可以以三维的形式 在地图上浏览 与编辑航点飞行任务 查看航点动作中 相机拍摄的视角 以上是司空2 初次使用及基本功能介绍 如您在产品使用过程中 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大疆售后技术支持 进行协助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